人生加油站 接下来请收看海涛法师心灵讲座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请不吝点赞 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各位 每天花几分钟啊 这样做做 很平静很快乐 很慈悲 这个你懂不懂字没关系 你念阿弥陀佛可以 念观音菩萨可以 连地藏菩萨可以 都可以 这个就是大乘佛教的一心念佛 我们的一心念佛 一心不是说光专心而已 不离开慈悲心 不可思议 所以我老实讲我自己 因为很多信徒生病啊 得癌症啊 车祸死掉啊 他们就会请人家找我 那我在外面跑来跑去 我没有办法去那边 但是我就会静下来 哪怕十分钟 把自己的功德融入 求佛菩萨加持 然后帮她念 然后不可思议 我得到很多 哎呀 师父你念的时候 我妈妈就比较不痛啊 我说你也可以啊 这个手机没有分哪一个 你只要这个频道打开 你有慈悲心 你相信三宝 然后你专心为她念 她就得到加持 我这样做的是做一个实验说 我离这么远都可以 你在她旁边也可以 只是你不要急 你不要很伤心 很痛苦 停下来帮她念 因为我记得我刚出家 台湾有一个最大医院的胃肠科主任 结果赚了很多钱 她的弟弟妹妹她都养 她都养 结果她得癌症 胃肠癌 怎么医都没用送到美国 花了很多钱也没用 她回到台湾就告诉她家人 你随便帮我找个师父吧 我希望赶快死 我太痛苦了 她很有钱没用 那刚好我刚出家 那我坐在那边接电话 一个女信徒进来了 因为我一个人在 她就跟我说 她的先生的哥哥 很严重的痛苦 然后死不掉很痛苦 然后要怎么办 那我就拿地藏经给她 白画的不是那个 就是像漫画一样的 我说你就 因为她不是佛教徒 你拿回去念给她听 然后念一念你就念地藏王菩萨 结果隔天她又跑来找我 她说哇法师 不可思议我念两三个钟头 我念的时候我那个 长辈一点都不痛 她本来很痛苦的 止痛药一点都不痛 要我跟她多念几遍 结果隔天她又念 隔天晚上就走了 没有痛苦就走了 所以我就觉得 太不可思议了 谢谢她跟我讲这个道理 你念什么都没关系 就像各位 如果你的亲人生病 你一定有悲心 希望她好 这个就是动机 然后你有这个慈悲心 希望她好 然后你念大悲咒 你念奥马尼伯美佛 你念阿弥陀佛 很有力量 所以你愿意念三昧水灿 你愿意愿意念地藏经 哇那力量更大 然后你不用按照经典念 你看那个故事 像小朋友生病 你念地藏经她听不懂 你念佛陀的故事漫画给她听 那个加持力很大 所以我想缅甸也一样 只要有人要加持到往生 出家人去念慈悲经 念平安经 对不对 念吉祥经 只要很专心 有悲心 然后那个往生者就得到利益 所以当然讲到往生 要靠三种力量 来 自己的功德力 就是说你这一辈子 刚刚讲的 你有布施 你有守戒律 那你这个力量很大 没问题 再来 第二个力量 诸佛加持力 就是佛的力量 所以各位会念佛 会念经典 会念出家人 你可以念哪一个出家上师的名字 念佛的力量 第三个 来 法力 什么叫法力 法力就是你供养三宝 跟帮助众生的力量 就是因果的力量 这个世界就是三个力量 改变命 再念一次 自我功德力 诸佛加持力 法界反作用力 我们叫法界源起力 再念 智力 佛力 法力 三立 三立合合 一切圆满 一切圆满 自立代表什么 你很孝顺 你守五戒 你吃素 你很慈悲心 都可以 你经常思维空性 那这个叫自我功德力 所以一个吃素的人念地藏经 跟没吃素的人念地藏经 都可以念 但是力量不一样 一个守五戒的送地藏经 跟没守五戒的送地藏经 力量不一样 所以各位 你为了要帮助众生更多 也帮助你自己 所以自我功德力要守好 一个爱生气的人念阿弥陀佛 跟不生气的人念阿弥陀佛 一不一样 保证不一样 这个叫你自立 自我功德力 那诸佛加持力是一样的 每一个佛的力量都百分之一百 但是问题是 守五戒的念阿弥陀佛 跟不守五戒念阿弥陀佛的力量不一样 佛的力量不一样 所以如果你戒律持得很圆满 发心很正确 就是菩提心啊 悲心啊 你不生气啊 你有空性啊 那你念的佛的力量就百分之一百 我们希望得到十五的月亮的力量 而不是初一的 初一没什么光 对不对 所以你持戒 你发心正确 那你念佛 诵经 不一样 所以动机最重要 再加上 那我光念佛 那我不去做善事 那没力量 没力量 像各位 所以你经常布施药给老人家 布施药供养出家人 那你去帮人家念个阿弥陀佛 对方就好一半 因为你布施药的力量很大 所以佛要我们经常做功德 念一下 造佛像 印佛经 造佛塔 供养出家人 点灯 放生 很多力量你都要 都有 而且最大的力量是什么 随喜功德 别人做什么你都要随喜 像刚刚经过Sky 我就一直合掌 佛塔那么多 阿弥陀佛 萨都萨都 这么多人在盖寺庙 这么多出家人 哇 那别人做善事 你随喜的 功德便你的 佛陀讲的你要相信 所以各位 我们这几年来 救牛救几只了 来 2万多只 你赶快念阿 沙都 功德便你的 你要有这个功德 那这个功德 你去帮人家助念 就有放2万多牛的功德 我们在东芝 成立一个全世界最大的 救马的地方 这一次救了108头马 108头牛 108头羊 之前又就有200多只 所以那边有500多只 你讲 沙都沙都 我做 我们做这个就是 功德要供养你们的 你们得到功德 我们功德更大 对不对 我们去外面做善事 告诉妈妈 爸爸功德给你 那我们孝顺的功德 多10万倍 用妈妈的名字做功德 你要多10万倍 用众生的名字做功德 变成无量倍 就是要回向众生 所以要广修功德 这个叫法力 法力 所以各位你一定要积很多法力 现在念下来 贡花的功德 贡灯的功德 贡香的功德 造大雄宝殿功德 造佛像功德 普皆随喜 各功德 各功德主功德 普皆随喜 所以各位你都要加入功德 那你这个功德很大 就像口袋 你只有一千块 它有一亿 我们希望有一亿的法力 去帮助众生 那佛陀呢 是圆满功德 福德功德 福德的资粮一百分 智慧的功德一百分 福慧良诸尊成佛 但是阿罗汉 阿罗汉的功德是打坐 断贪嗔痴 脱离轮回 甚至有神通 这样有福报 但是他的福报 没有菩萨大 阿罗汉你只要三辈子出家 很精进 持戒禅定 那你就可以圣阿罗汉 断贪嗔痴 那你要做菩萨 哇 念一下 三大阿僧奇劫 算不完的时间 才可以成佛 那菩萨成佛以后 干嘛 成佛 工作才开始了 轮回度众生 所有众生都脱离轮回 成佛了 菩萨成佛的工作才停止 成佛就是为了要去帮助众生 所以大乘佛教太伟大 但是 讲大乘佛教这么伟大 那是各位不能离开小乘解脱道的基本 如果我贪嗔痴很强 很执着 那你就没办法度众生 因为你会执着 就像一个女孩子 一个女孩子爱了这个男人以后 她就排斥所有漂亮的女人 不要跟我老公讲话 对不对 没人我老公被你抢走 她就完了 她就开始排斥别人了 所以 因为她执着 那大乘不一样 大乘是 所有众生 所以为了要度众生 你不能有执着 那消除执着叫什么 念一下 来 正的空性 所以各位要 每天要读一遍心经 不要光读 你要把心经 拿来净化你的心 心经讲的是空性 没有真实存在的 一切都是假的 虚幻的 跟金刚经 大般若经 都是这个 但是如果你没有空性 你就会生气 了解吗 我在得癌症 我在被骂 我在被欺负 因为你没有空性 你执着有一个我在被欺负 你在伤害我 那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 那各位如果要做菩萨 而且真实要把功德圆满 那你就要 经常 打坐 或是 看思维空性 念一下 观察分析 一切的存在 你要养成习惯 花 花是组合的 它几天就坏了 然后它就变肥料 变泥土 变水 变碳水化物 又 又开始变成草 这样的 所以花 是 因缘和合 暂时的 而且不永恒的 没有一个真实的花 花只是一个 离开太阳 离开水 离开空气 就没有花的存在 你要这样分析 你这样分析 你就不会痛苦 各位 老公存不存在 你要说 暂时存在 不是永远在我身边 它是暂时的 所以会变化的 那你就比较容易接受 知道吧 接受变化无常 不然你会执着 我要抓住它 我要抓住它 你就会很痛苦 所以念一下 一切有违法 如梦幻泡影 如路易如电 硬坐如是观 这句一定要背 一定要背 金刚经里面最重要的 一切都是虚幻的 假的 暂时的 不永恒的 没办法主宰的 没有单独的 像我的名字叫海涛 海涛它只是个名字 没有真实的存在 麦克风它只是个名字 麦克风是这些零件 组合插电 才叫麦克风 跟花一样 花也好 麦克风也好 我也好 妈妈也好 爱情也好 家庭也好 它都是 念一下 变化无常 永远空性 无法主宰 一切随缘 它会随着它的音源变化 就像彩虹一样 出太阳 下雨会出彩虹 我们在这边诵经做好事 会不会出彩虹 也会 我们在这边念地藏王菩萨 地狱有没有减低痛苦 很多众生超度 所以一切都可以改变了 那各位了解这个 你要养成这个习惯 别人你说我很爱我儿子 没有他我睡不着觉 那你就会痛苦 因为有爱有执着 你就会忧虑 你就会恐怖 没有贪爱没有执着 你就没有忧虑没有恐怖 就快乐了就自由了 所以佛陀教我们 你越想要帮助众生 那你越要有空性 不执着 你能够随缘自在 然后你去帮助众生才不会痛苦 不然的话 我去帮助别人 你不理我 你不给我红包 你不给我鼓掌 而生气 那便度不了别人了 所以各位呢 不能执着一切 但是又充满了爱 记住这下来 一点都不执着 却充满了爱心 那这样就可以下课了 道理很容易啊 但是你要去修 要去修 如何不执着 我很爱漂亮 哇啦 我不爱漂亮 我会死 那你就执着啊 那你最好学学他们 剃个光头几天嘛 穿白衣服 泰国还可以 穿白衣服几天 剃个光头 没有化妆 干脆眉毛也剪掉 泰国要剪眉毛呢 缅甸还不用剪眉毛呢 那你就不会执着这个外表 你会说 健康就不错啦 对不对 给你很漂亮很漂亮 结果还得胃癌 你要选哪一个 你想就知道 不要得胃癌啊 黑黑丑丑沒關係 所以 但是问题是 哪有不生病了 佛陀有没有生病 病得要死喔 佛陀一天拉肚子 七十遍你去拉拉看 佛陀发烧的时候 那个水滴下去 比硫酸千百万度 没有人可以碰到那个水 谁碰到佛陀 那个发烧流汗的水 全身都会烂掉 太烫了 因为佛陀的力量 他可以撑住 所以佛陀说 只要有这个圣体呢 都会生病 那佛陀可以接受 佛陀很平静了 如来在定中 如来永远在这种空性的 无我的状态 如来只有一个状态 叫慈悲 所以来去自如 接受一切 却永远慈悲 你强奸我 我还对你慈悲 你扛我的头 我还对你慈悲 这叫佛陀 所以我们学佛要学这个 这个叫 你也叫菩萨道 大乘佛教 为什么叫大 大就是说 众生都是我关心的 我要让所有众生都离苦 都成佛 那我这样再拜观音菩萨 大乘 但是虽然我们讲大乘佛教 各位觉得不能够离开 刚刚讲了 来 持戒布施 人天福报 你要有做人跟天的福报 第二个 有解脱的心 就是解脱道 就是你要有阿罗汉的心态 有空性的心态 你要有这个心态 那做很多功德 却不执着 所有的功德跟不执着 为了帮助众生 那叫菩萨道 如果你每天只有打坐啊 修慈悲心 却不去扫厕所 却不去布施 那你也不可能成佛 所以 有一个出家人 跟老二上修行十五年了 师父啊 我跟你学 差不多了 我要去学更多了 师父说 慢一点 慢一点 你福报不够啊 他说我每天做这么多事 怎么没有福报 然后他的老师父说 你没有看佛经啊 释迦摩尼佛 扫厕所九十一节啊 释迦摩尼佛为了承所 扫厕所九十一节 一节十三亿四千万年 少了这么久的厕所 才有一点点福报 释迦摩尼佛 不失眼睛 不失血浆 用他的生命去服侍众生 三大阿僧齐劫 修了一点点福报 你没有这个福报 你看不到空性 看不到菩提心是什么 而不是说 我现在看大乘的经典 我修仪轨 你就了解什么叫菩萨 你不了解的 你跟一个没生过小孩的男人 讲了半天 他不知道女人的痛苦的 他不知道的 所以各位你要 你要修大乘佛教 所有众生的痛苦 你都要有感受过 不然你不知道什么叫 救苦救难 因为你没有痛苦过 不能说我很会看经典 我很会念佛 我很会诵经 你就菩萨 没有了 你只是把大乘的经典 拿来你自己修行而已 因为你没有感受到众生的很痛苦 你不知道佛法好用 所以现在各位要 要练习去受苦 要主动的去受苦 把别人的事都当做自己的事 不要急的说我自己要念多少经典 我自己要怎么样 那讲的都是自己自己自己 如果你没有感受到女人的痛苦 男人的痛苦 动物的痛苦 恶鬼道的痛苦 那有些人说 这些我都知道 我看过书了 但是你没感觉 一杯水里面有妈妈的眼泪 科学家永远不知道 所以我想这个世间修大乘佛教 那各位要开始感受别人的痛苦 缅甸这么多人 这么多动物 这么多流浪狗 河里面的鱼 而且佛经说有地狱道 恶鬼道 你要去感受 有些人很自私 叫他去浑墓 我才不要去的 我怕鬼 那叫自私 因为你只想到你自己怕鬼 你不知道真的有鬼 他很痛苦 你要去感受到他的苦 你要在浑墓里面打坐 然后你会怕 这个对你很好 你就可以修空性 你为什么会怕 因为没有空性 执着很强 有些人打个针 就会跳起来 那菩萨是要割眼睛挖骨髓 虽然很痛 但是他不跳起来 他赶快想要去帮助对吧 你最好把我割完 只要你会好 虽然我很痛 这个叫空性 空性不是读佛经教有空性 而是妈妈 为什么我们学佛都是女人 因为女孩子痛苦 比男人多一点 男人现在干嘛 打麻将 打高尔夫球 看电视 你叫她来修行 No 你去就好 我出钱 那女孩子很苦很苦 为什么 做女孩子每个月都要痛苦一次 苦不苦啊 苦啊 然后呢 要生小孩 要照顾家庭 要生病 而且她关心全家 全家的痛苦都是她的事情 所以她比别人喜欢拜佛 但是差在哪里呢 女孩子比较执着 做女人啊 重感情 放不下 所以这一点各位一定要 等一下 放下 是一辈子的功课 是修行的入门 各位你要入大乘佛教 首先你要学习放下 不要一直我我我我我我我 我儿子我老公我我我我这样 那这样你还有一个自私的动机 那就 那怎么办 所以你要多念心经啊 多想心经的意思啊 照见五蕴皆空哪有一个我啊 这个我是肉体跟感情思想组合起来的 那里面没有真实存在的 所以各位你要开始学习放下说 我要这个爱情我一辈子都要抓住它 你很痛苦的 你要觉得你坐在那边要想 我儿子离开我了 你要学习习惯他 这个叫观修空性 空性就是接受变化 接受无常 你要从心里面接受它 接受死亡 接受被割头 你要习惯接受被扒皮 抽骨髓 那你要觉得很痛 但这里面没有一个真实的我 你要一直练习 如果你不练习这个 那你学佛经也是个骄傲 或是比较 我学的比你好 我比你高 那基本上就没有力量 为什么 没有空性就没有悲心 真正的慈悲 你想 只有众生 没有自己 关心别人 超过自己 这叫悲心 不然的话 今天我来缅甸 我希望各位 扶持我的台湾到场 那就没悲心 为什么 因为你只想你自己 利用对方 没有悲心 我是个法师 我来做这个 完全奉献给缅甸的爸爸妈妈 完全 最好生命都死在这边 最好把所有的钱 所有的力量 都布施在这边 不要带走任何东西 这样对我有帮助 如果我想要从缅甸得到东西 带钱回家 带什么回家 成为我的信徒 那没有空性也没有悲心 做生意是可以这样 做生意就是 变成我的比较大 我公司大一点 那是佛教不能如此 所以各位 我们修大乘佛教 只为别人不为自己 为缅甸佛教努力 为缅甸的巴黎人 巴黎文努力 你不能说 我是大中国佛教 汉传佛教 我们才对 你们不对 错了 所有的缅甸的法师 所有缅甸的这些九戒女 都要比我们健康 为她们运经 为她们想 为她们祈祷 为她们祈愿 只有她们没有自己 那你叫空性 悲心 可能你会变成缅甸人一样 去出家 去度她们 变成跟她们 根本没有我自己 如果你还要执着说 我是汉传佛教 我是什么佛教 那跟你不一样 那你没有空性 你也不了解佛教是什么 所以 那你要 关心缅甸佛教 关心当地人 超过你自己 那才叫空性 不能一直站在自己的立场 修行 所以在这一点 那当然我们要修空性 修慈悲心 首先要把 这个我职消除掉 那你 就是因为你有强烈的自我爱惜 就是 爱护自己 所以你更要去关心别人 把这个自我爱惜消灭掉 自私是魔鬼 透过于慈悲奉献 布施 你才可以把这个我 慢慢慢慢捡到最低 所以各位要开始练习 关心别人 关心 你做老板很好 我们华人很聪明 很阿Q很会赚钱 那你要 关心工人 超过你自己的待遇 关心工人 超过你儿子 超过你的老公 这样你要薪水给他多一点 因为你在修行 他才会说 哎呦我们那个老板好阿 这样 我们的老板很会赚钱 很会布施 就是薪水不加薪水 因为你是一个佛教徒 你必须把你的修行 用在你的真实的生活 心态 给别人的感受 不要光嘴巴赞叹别人 你好好棒 那你自己也不做 你要真实的愿意去帮助他们 所以我利用今天短短的时间 把佛教的重点跟各位讲 第一个 你也讲 相信因果 持戒不失 孝顺父母 超度祖先 经常忏悔 那这些你平常就要做 但是做这个 不是说我是出家人 或是我是大乘就不做 不一样的心态来做 这样 一个是以为了得到福报 为了不堕落第一道而做 那解脱的心态呢 去做这些消除自己的执着 你不布施 你不持戒 那你怎么正的空性呢 所以你一样要做 那你要行菩萨道 那一样更要努力做 只是做这个呢 是为众生的 不为自己的 努力的布施 努力的持戒 从孝顺自己的父母 念一下 孝顺所有众生 从超度自己的父母 超度所有众生 那是问题是 你没办法超度你自己的父母 你怎么去超度众生 所以有些法师他在超度 我都帮他问 你爸爸妈妈往生了 往生了 有没有超度 我不知道呢 你不知道你怎么超度别人 你一定要有力量超度你的父母 你才能够去超度别人 当你有那个心态 像各位去帮老人家祝念 他往生了你帮他祝念 他生病了你看他 那你要有那个想法 哎呦我很惭愧 我可能没力量 但是我很认真 求佛贾持这样可以 但是你也很惭愧 去帮对方念的时候 那你的父母就会先超度 为什么 因为你把对方当父母就可以 哎呀对方就是我的阿公 对方就是我的妈妈 所以我认真的帮他念 那你妈妈也得到超度 对方更得到超度 所以基本上是 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健康的心态 所以第一个再念一次 来 相信因果 断恶修缮 持戒不失 那以这个为基本呢 第二个 然后呢 来 一点不执着 消除贪嗔痴 体悟空性 也就是说各位你很会不思 很会超度 但是你不能